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食物展示 食物要具有吸引力 就需要令它们变得好看 避免将所有食物拌在一起 分开每种食物 例如米饭和面条 不要与主菜的成分一起制成糊状 选择各种颜色的食材 例如红萝卜 南瓜 番茄 蛋黄 分开碗或者用有分隔的碟 去胜在米饭和煮菜 令长者可以轻松区分和品尝不同的食物 当制作碎状和糊状食物 可能需要额外的成分来增加味道 以刺激食肉 可以使用天然调味料 例如姜粉 蒜粉 胡椒粉 香草粉 和醋等等 善用每一口 如果长者有嘴咀 和或者吞咽困难 如何获取適当的卡路里和营养 以维持健康是一项挑战 因此 确保它们充分进食每一口食物 非常重要 正为体重下降而烦恼的长者 可以添加一些健康脂肪 以增加卡路里摄入 例如尝试在粥 汤 薯用 午餐中 加入一茶匙健康油 例如芝麻油 橄榄油 和亚麻纸油 如果想增加蛋白质摄入量 可以尝试添加额外的全脂 或者脱脂奶粉在牛奶 奶色 燕麦片 糖水 例如芝麻糊 红豆粥 燉蛋 白汁和薯用当中 另外可以尝试加鸡蛋 肉碎 或者豆腐 入烟麦粥 粥 和汤水之中 嘴酌困难会影响食物摄入 它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进而导致虚弱和肌小症 肉碎城 血王董公司